今天想和大家介紹這個小蜜草方便包 其實很多朋友買的時候都會問我們如何種植 要放多少水 所以今天就想做一次給大家看 大家就會... 嗨,社長 大家可能回到去就會覺得比較容易 其實這個小蜜草裡面打開 它就好像一杯杯麵一樣有個過染 其實大家打開之後只需要把這個蓋子拔走 裡面已經有了一些泥和小蜜草的種子 那麼... 水方面呢 通常我們就會準備這麼多的水 其實放多少水都視乎你種的天氣 譬如現在夏天 如果有太陽曬著你的盆栽的話 相對要放多少少 如果你是放在室內中沒有太陽光的話 其實就可以不用放那麼多 那怎樣去判斷夠不夠呢? 其實主要就是看泥土夠濕溶就可以了 我們就放些水下去 盡量放得均勻一點 每一道都有些水 好 那麼... 抹下的時候慢慢下 那麼你就會看著那些水淋下去 之後被一些泥土吸收了 那就不怕放太多了 那麼第一次可以放多一點 大概就是150cc 其實現在都差不多了 其實現在都差不多了 因為都感覺到這個盆栽重了很多 而且其實泥土都是濕潤的 那麼... 淋好之後呢 其實你就可以放回這個盒裡面 那麼這些位置呢 你會看到有些虛線的 其實撕走了之後呢 它就會露出這個盆栽的圓形 來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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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它放下去 還有這個原理 這樣就完成了 之後每天都要繼續流水 但就不用淋到今天那麼多 淋到泥土表面濕潤就可以了 那怎樣為之濕潤呢 就很簡單 就是如果你動一動盆栽 有些泥 像沙般般 動一下動一下 那麼就會太乾 那如果夠濕潤的話 其實它就不會一顆顆它 切成它 大概等... 3-4天左右 就會開始發芽 整個盆栽種一個多星期 小蜜醋就可以剪出來給貓貓吃